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为和事物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的当心了 因为追求名利和物欲都会伤害到你 希望大家一定要放下和舍去 我们永远不要去追求那些 会伤害我们和已经伤害我们的欲望 这样我们才能不会浪费我们的生命 在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面 就犹如同样的一个瓶子 我们可以装上同样的善良的好的食物 同样的一个瓶子也可以装上毒药 就犹如我们的一个心 我们可以装上烦恼 也可以装上快乐 希望我们用这颗心 经常装上佛的慈悲和伐喜 而去除烦恼和业障 想每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将有十六万人 每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有十六万人 你还活着 你就要好好的珍惜啊 因为想想哪一天 你就会进入那十六万人的当中了 你连嫉妒 烦恼 忧愁的权力 你都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不马上放下呢 为什么还要用这一点点有限的生命 去追逐那些让自己痛苦的物质和思维呢 要放下 想想你们年轻的时候的追求 现在在哪里 想一想我们不母亲的一辈子 为了我们 为了他们自己的追求 又得到了什么 所以 学佛就是要开悟 就是要想通 想明白 就是要学会放下 既然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一定要尽早放下 其实人的快乐和痛苦都不是永恒的 想一想 快乐的时光很快会过去 悲伤的时光也很快会散尽 所以 当缘分已经散尽的时候 我们过去的 就一切成为梦幻泡影 所以 追逐于过去 不能忘记过去的人 那他永远是活在痛苦当中 就像很多年纪大的人 经常说 想一想我过去人家是怎么样对我好 怎么样捧着我 而现在 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对我这样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自己没有放下 所以 过去的 一定要让他过去 不必一直挂在心头 台长 告诉你们一句话 真正的失败 不是摔倒在地上 而是摔倒在地上 你没有爬起来 一定要站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做错很多事情 想一想 我们从年轻到年纪大 我们伤过多少人 我们得罪过多少人 我们说错过多少的话 想一想 我们自己在心中 惭愧的心有多少 我们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我们对不起曾经爱过我们的人 我们对不起父母亲的教育培养 我们找不到老师给我们的尊尊教导 而我们现在迷失在人间的滚滚红尘当中 所以我们天天在找啊 我们还要找寻怎么样发财 怎么样有名 还要怎么样有利 想一想 这些都是空性的 都是空无的 一定要抓住自己的本性 正确地树立 学佛的信心 我们就是要在人生的错误当中 得到醒悟啊 既然我们做错了 我们就要懂得醒悟 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 如果没有人间的坎坷 我们就不会发现伟大的佛法 在一个靠海的山洞里 有一位老法师 就是在这个山洞里 修心修行 他正在打坐 听到海边传来一个女子的哭声 他越听越着急 急忙自己下山 果然在夜色下 一个女子就想往海里跳 这个老法师一把把他抓住 抓住之后 从水里把他拉出来 女子非但不感激他 还埋怨他多管闲事 法师问他 你年纪轻轻 为什么要轻生呢 这个女子说 这个地方是我美梦开始的地方 因为我既然在美梦开始的地方 我就想在这个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原来三年前 这个女子到这个地方来旅游 不期而遇的碰上了一位男士 这位青年两个人一见钟情 生育一子 但丈夫是车祸死亡 车祸死亡之后 她心中悲伤的悲痛 这还不是苦难 最苦的是她的孩子 肺部发炎 最后也走了 所以他说 我一个人没有丈夫 我现在又没有孩子 我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 老和尚哈哈大笑 说 小女子啊 你三年前在此地有丈夫吗 没有 请问你三年前在此地 有没有儿子 没有 你现在不是和你三年前一样吗 那时你到岛上来 是为了自杀吗 这个女子说 不是的 这个和尚说 你知道吗 三年前你什么都没有 三年后你还是孤独一人 就像三年前的延续 只是还原了一个你 为什么你不能重新生活 增长了阅历 更好的懂得生活的价值 美好的生活 还等着你呢 这个女子 豁然开攘 大家知道 我们在人间 就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有什么 留得下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 是孤生一人 走的时候 也是孤生一人 但是要懂得 生活就是在轮回当中啊 生命在进取当中 只有学博人的生命 才会是永恒有价值的 只有学博人的生活 才是最有意义的 要经常的 冷静的问问你们自己 我在追求着一些什么 我活着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间的痛苦快乐 他都是暂时的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就永远没有机会 给你烦恼 控制好自己的心啊 控制好自己的情啊 我们每天在织网啊 我们追求钱的人 慢慢的就被钱网住了 很多人买了股票 不就是被股票套住了吗 很多人被感情所困 因为你钻到了感情里边 还有很多人为命运 为事业所困 有些人为孩子所困 最后你就被孩子所套住 希望要懂得 佛教的对象 实际就是解决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被烦恼所困扰的问题啊 所以生死之中就无佛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还有生死 你心中就没有佛 在你心中 那你一定就在六道之中轮回 永远脱离不了苦痛啊 所以超脱六道 就是解放自己的思维 就是用自己的心念和菩萨紧紧的合在一起 用佛菩萨的智慧来解脱我们现在 放下 那你就是活在当下 人 人总是喜欢把自己一种意识当成是自己 有时候并不是你自己啊 你们很多人活在意识当中 你们知道吗 就是想象某一个事情 以为这就是我 所以被意识就控制住 其实你是不贪的 但是看见别人都在贪心了 你就会加入到这个贪心的队伍当中 实际上这个就是假我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很多人看见别人在排队 自己的本性说 我不在乎 什么东西便宜都无所谓 但是看到队伍越排越长 你也先排上去再说 排好之后再问人家 对不起 卖什么 他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已经先排队排上去了 因为这个意识 是不是你真实的自我 是假的意识 所以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实际上就是通过别人的事情和感官所形成的 那么并不是你真正的你 那么台长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早晨想出门 那么突然感到外面特别冷 你就不想动了 刚刚想出去 突然之间一个意识进来 哎呦很冷 我不去吧 今天请个假吧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意识 指挥着你的整个的人体 这就形成了一个感到寒冷的意识的我 所以很多人的意识 为什么会做错事情 很多抢劫犯被警察抓住的时候 他才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就是一种冲动 要记住冲动就是磨呀 心中平时要有佛性 他磨性就会少啊 要懂得 要忘却 一个虚妄的我 形成一个真实的我 那才叫忘我 我